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在巴黎十几年 我以前的展览都在法国欧洲办 那么回国05年回国以后 就没有办过各展 头背这个展览大概有个一年多的时间 大量的话是近几年的一些作品 在运画的前一天我还在画 所以说刚刚画完最后一张 我的画基本上是荒诞 因为我们的生活就是比较荒诞的 荒诞实际上是一个社会发展很快的时候 不退正它就属于荒诞 但这个荒诞也有很幽默 荒诞产生也有 这是中国人特有的 这就是图片和社会现实 就是提供给我的一个最好的一个素材 每个艺术家不同 我觉得这是艺术的魅力 就是因为不同 我画的东西呢 有的时候我也不知道我在怎么样画 我实际上我画的是我的感受 可能每个观众 他的阅历和他的经历不同 他的年龄不同 他看画对他的启迪也不同 很多种各样 这才是艺术的魅力 人群更符合于我们现在 我们生活的这个现实 我不太愿意把我每个人都取掉 就是我觉得能画多少画多少 这就牵扯了一个视觉的问题 跟绘画本身的语言的问题 但是呢这两个问题里边 我还是选择了一个能够具体化 我画了很多的蚂蚁和蜜蜂 都和我的人群是有关的 因为他们的集体性 和他们的组织严密性 和他们的互相不是去残杀的这种传宗 我觉得是动物界在地球上的一个代表 这个也是一个视觉的愉悦 我觉得都需要 我希望能画一样 四个人的语言 我可以看到 你们为了 就算了 我去想看 我去看 你 你 我去看 我去看 我这个画整个来说 它不是来审美的 展览不是来让你看好不好看 整个我总要是想给观众带来一个媒介 让他们能够在画上体会到有个思考 想一想 跟我们大家一块想一想 因为我觉得现在这个时代 思考的时间应该多一点 那么审美的时间再放一下 我不需要观众跟我共鸣 我只要他自己能有感觉 他能在画面里边站一站 能够不去看技术 是看画面整个对他的影响 我觉得就够了 感谢观众 感谢观众 感谢观众